再来关心他们实行商圈机车停车的问题 因为有议员发现 很多百货公司或者是商场 依法是应该要开放机车停车的 但是他们却只公告汽车的费率 原来是业者偷偷的把机车格挪用 来当仓储空间 或者是改给汽车来停放了 所以在今天议员就找官员一起来会看 顶着烈日机车骑士忙着乔车位 虽然只是平日上午 但新义区商圈却是一味难求 往旁边停车场一看 虽然管理员说能停机车 不过这门口的告示牌 左看右看也没看到标示 基本上我不晓得那里面会停 可以停机车这样子 就以前都不知道 不知道 你去车吧 他可以停机车 他没有写啊 对啊 我不知道 民众通通一头雾水 因为新义区内的百货商场 跟影城其实都设有机车停车位 但多数标示上却只写了汽车 如果真的要停 费率也高得吓人 除了庆光三月机车免费以外 其他商场的停车场 机车费率比较汽车 一小时最高收到60元 而且机车格还常被挪作其他用途 把相关的机车停车格控出来 变成什么 变成汽车停车格 或者是堆放杂物 建管处近期会对刚才所讲的 新计划区域几个重要建筑物 去做停车空间的清查 那如果有堆放杂物 这个会依建筑罚处罚 那如果借期会改善 会连续处罚只改善为止 建管处说将会限期开罚 最高可处一万五千元 不过停车场问题早已经存在多年 师傅难道都不管吗 就是会按照我们排定的时程 安去这样子去做机查 大概多久会机查一次 大概吗 大概是一到两年会记查一次 两年记查一次 那这个完全缓不记棋啊 两年查一次 难怪业者根本没在怕 官员赶紧改口 说会马上派人展开检查 要是一个月内没改 就立刻开罚 但新计区停车问题 长久不能解决 市府反应却是慢半拍 恐怕难以符合民众期待 明知新闻张罗廷 谢谢上升台北报道